8號桌 15號桌 共8位客人入座 壽司店人潮滿滿 回轉輸送帶轉過來 快很準下手取餐 再依總盤數計價 但有顧客被抓包 不按規定來 直擊民眾慌張取餐 第一時間整碟黑盤 明明已經抬高移動位置 卻無視兩盤計算規定 沒有整碟拿走 反而還放回 只取出上層這一盤 下一桌客人拍下照片 沒有壽司 只留下一個盤子 很傻眼 這一份應該是 兩盤計價80元的壽司 變成只需要付40元 就能享用 他故意的吧 一般兩盤80嘛 拿一盤就被40塊 我覺得還滿好拿的 就是順手拿了就吃啦 第一個他就是想說 只要拿一個盤子就好 那也有可能是貪小平說 就是只想花一半的錢 然後可以吃到 比較好的東西 特別挑80元壽司下手 連續兩段影片都做出一樣的動作 引起網友抨擊 沒錢就不要吃 特地從圓盤孔洞把上盤摳出來 絕對不是來不及 但也有人提問 可能真的不清楚取餐規定 我會覺得他不知道怎麼拿 因為他設定的是一盤多少價位 商家擺盤的方式會造成疑問 通常吃飯前也要先注意一下 這間店他的用餐規定 店家低調回覆 平常不會特別提醒 但很清楚兩個盤子扣在一起 無論有心還是無意 吃了80元的壽司 卻獨留盤子 確實讓人觀感不佳 三立新聞李文山參加宣 特別報導